咱们这个连麦的延迟高啊 我都吐了 哎 发恐怕 还有拍照那个是吧 拍照那个咱明天拍吧 好吧 今天这个规划课时间有点短 要不然那个 我现在给你们来拍个照吧 算了咱说完的吧 说完咱托尔堂那个谁愿意拍谁拍 是不是 咱那个现在不能那么拍啊 不那么拍被人那个说我 说我战用上课 居然有红包 吴小婷你在干什么 我哪节课差过你们学分啊 是不是 一会儿还有50个学分啊 来各位咱们本节课内容 那是一个什么 那是一个 规划课 人家就说咱们要规划一下 咱们整个寒假要上什么 以及咱们整个春天要上什么 对不对 咱们要把这个规划一下 那说起来这个规划呢 各位啊 我一直以为这是个家长课 不是不是 我一直以为这是个规划课 但是他们告诉我 但是他们通知别人说 那个这是个家长课 那各位问一下 有家长在听吗 如果有家长在听的话 那我就只能换一种语气 如果没有家长在的话 我就跟平时一样了 好吧 有家长在听吗 应该没有吧 有是吗 有家长 妈妈在旁边 有家长的话 那就祝各位家长同志们 是不是 今年新的一年 2023兔年 各位恭喜发财 满事如意 好了 跟家长说的话说完了 咱们接下来该说咱们自己的话了 有那个 有因为啊 各位同志们 因为有一部分新同学进来 有一部分啊 我就简单说一下自我介绍 我的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 怎么谁让你过去的 我的名字叫韩家伟 不叫别的 叫韩家伟 好吧 别的我就不说了 自个看吧 这些自我介绍就自个看吧 我别的就不说了 下一个 来 那么咱们说一下 今天要说的 来 各位 那个最近前段时间 是有那个叫什么 有那个世界杯上了 有那个世界杯 看球的时候 尤其咱们家长 男家长们 应该是爸爸们 对不对 应该咱们是 啥意思 照片跟本人商量好 在上墙 不是 不是啊 同志们 咱们真的还有人 还有人在说这个照片的问题吗 不是你们都不认识我呀 你们要是都不认识我 那我可得说到说到 这是本人年轻时候就长这样 好吧 谁还不让长胖了 我长胖都不让长胖 多吃点都不行 都怎么回事 各位 过个年 大过年的事 不要说这种丧气话 连人家吃饭都不让吃了 对不对 再说了 现在源源的不比 不比那个时候瘦了八季 不比那时候强吗 尤其不信 不信再问爸妈们 是不是 我就不信了 是不是 你爸妈能听听说 说你太胖了 给我减肥大过年不让你吃饭 咱们可能 是不是 好说 好说 这怎么还有新来的呢 另外各位 另外 那个我是毕业于北航 毕业于北航 不是清华语 不是北的 讲课吧 老师讲什么课呀 讲什么课 旅说东西讲什么课 你要不你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我本来我心思 我说这节课30分钟 对不对 把我的自我介绍 好好介绍介绍 好好介绍介绍 你跟我说 要讲什么课 要讲什么 你说一说 不要催我 尤其是新来的同志 千万不要催我 我这种人 对不对 170斤 169斤 都是反骨 千万不要催 你说老师快讲课吧 好的 那我肯定不讲课 老师赶紧下课吧 那我肯定不下课 老师别脱堂 那我肯定要脱堂 好吧 你说老师 那我们 你说老师 那我懂了 反着说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老师 你脱堂 一定要脱堂 那我就一定会尊重各位的 好吧 老师 那别下课了 我一定会尊重各位的 我一定会尊重各位的 经养 该尊重的时候 一定要尊重 该反骨的时候 一定要反骨 好吧 那这个东西 关键是 你看是谁说 对不对 看谁说 好 各位 那个我毕业于破北航 北航那个 我当年那个考试的时候 这说了很多遍 大家应该都知道 是吧 我那个作文 作文 跑题了 语文考了89 所以我劝各位 咱们班所有同学 千万不要跟我提语文的事情 尤其是 如果说你们的名字 有那种生辟字 千万不要在那问我 好吧 你不是价格 这个字读什么 那个字读 千万别问我 因为我一定不会点你 好吧 你不要嘲笑我语文 好吧 来回到刚才这个 回到刚才这个 看球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是什么话 就是那个留给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这是我之前那个一直 从小啊 这是我从小 我上小学的时候 就听那个 经常电视播吧 留给中国队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但是各位 用到咱们现在 那我问一下各位 留给你们写作业的时间 还多不多了 寒假作业各位 留给你们作业的时间 还多吗 我就问 多是吧 还多是吧 不多了是吧 那我问一下 你们都是多少作业呀 一笔没动的同志们 你举个手啊 看一看 动都没 各位家长们 你们去看着啊 咱们放寒假 放了这么久了 是不是 最起码好几天了 好几天很久这样子 最起码放了好几天了 那个作业吧 那一下发好几本 语文给一本 数学给一本 英语给一本 谁都给一本 结果呢 这一个寒假 这一张没写 那一个没写 这个没写 各位同志们 就是我那个时候 经历过的读打 这个时候 应该都还给各位了 各位家长们 千万不要客气啊 千万不要客气 我记得当年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 是在寒假开学前 我爸问了我一句话 就晚上 开学前 那个晚上 我爸问了我一句话 你寒假作业写完了吗 哟 还有寒假作业 我怎么不知道 我说我爸都知道 我都不知道 然后我赶紧翻了翻 原来真的是 我爸给我收拾书包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个有寒假作业 我爸给我收拾书包 我说你 我说你给我收拾书包 那我怎么知道 能有寒假作业呢 是不是 那那天晚上 我就没有 我就没有睡觉 哎呦 使劲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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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各位我得说一句啊 你们的写题速度跟我写题的速度那真的是没有办法比的没有办法比 所以各位同志们我写那么快你们写不那么快我写的特别快等我写完了以后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你作业写完了吗借我抄一抄 跑了两公里跑到我家来拿作业回去抄 但是各位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干啊 咱们毕竟还有时间 有时间就好好写 好吧 有时间好好写 那么当然各位啊 怎么说呢 咱们说的是作业 我马上要说什么 我马上要说的是留给各位学习数学的时间也不多了 那你怎么说呢 各位同志们 你们觉得你说老师对不对 我在现在才高于上学期 我马上就开始有那个高一下学期 马上就有那个高一下学期 我上小学就有手机 你们不会觉得我活在远古时代吧 上小学的时候有那个叫什么 有那个叫小灵通 有那个叫小灵通 好吧 不是不是活在远古时代啊 没有手机有电话的 没有手机有电话 没有那么过分好吧 好来下一个 那各位 我得告诉各位 留给各位数学的时间不多了 这个数学的时间不多 是什么不多呢 各位同志们 可能你们觉得 老师我还有两年半 这两年半 我怎么说这两年半 有老师我还有高一下学期 还有高二上学期 还有高二下学期 还有什么高三上学期 还有什么高三下学期 尤其是什么的 尤其是很多同学在想什么 在想说老师 我们在高三 我们听过的叫什么的 高三叫做有一个东西 叫做复习 对不对 这叫做高三叫做复习 你心思 你说老师 我到高一 我高二 高四 我高一高二 要没学好 我高三还可以再复习 再好好学 是不是再好好学 但是回头等你发现了 你就会明白 各位 我跟各位说一下 咱们高中数学的安排 整个安排 你们在学校也这个安排 首先第一个安排 就是咱们整个高一上学期 已经结束的 高一上学期 我们学了点啥 我们学了点函数 三角函数 对吧 那当然咱们克改B呢 咱们克改B的同学 学的是什么呢 学的是平面向量 把这俩东西交换了位置 对吧 是这个吧 把这个东西交换了位置 咱们是那个克改B的同学 把这两个东西交换了位置 那等咱们到了高一下学期呢 咱们要学什么呀 咱们要学平面向量 且三角形立体几何 那等咱们到了高二上学期呢 我们再学个空间向量 直线和圆 圆锥曲线和数列 等我们到了高二下学期呢 我们学技术原理 排列组合导数二相式 等我们到了高三上学期 我们是一模二模 等我们到了高三下学期 是三模四模五模六模N模 你说老师我还高三 好好复习 哪有你复习的时间呢 想那么美的各位 考试周周考 你每天就会发现什么呢 你每天都会发现 都在收拾桌子 为什么在收拾桌子呀 有没有考试 一考试我就得把桌子 给放到那个下边 让人家当考场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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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考 这就是高三 你问老师 那这个一模二模前 不是要复习吗 漂亮 一模到时候几个月 两个月 或者三个月吧 给你们按三个月吧 好了 给你们带个三个月 三个月 一模是什么 把高一高一高二高二全复习一遍 三个月我要把高一高二全复习一遍 完了二模呢 我又两个月 我这两个月呢 我还要把高一高一高二高二全复一遍 那是给你复习吗 那是给你考试 好吧 怕你全忘了 给你点一点 再点你 明白了吧 尤其是各位 咱别想那么多啊 咱就想哪呢 咱看一下高二 咱看一下高二 刘老师呢 高二是啥呢 各位 同志们 你看 高一里边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函数 三角函数 什么平面向量 什么解三角形 立体几何概率统计 知道什么呀 各位 你看一下高二 同志们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立体几何 立体几何是什么意思 立体几何 这是高一下学期 叫做解答题目的倒数第三个 解答倒数第三题 选择单选 单选到二 还有什么呀 到二 还有什么呀 多选到一 多选到一 还有什么呀 填空到一 填空到一 立体几何 高考考察的是什么 多选的倒数第一个 填空题的倒数第一个 全部都是压轴的 给你玩球你知道吗 他给你玩球 在什么 你就比如说 在某一个 在某一个棱柱里边 对不对 给你往里边带 往里边搞个球 往这边边上搞个球 问这个球 跟那个立体几何 问这个球 跟那个长方体 有那个有什么交 有什么交点 是不是 有什么结线 问你球这个 立体几何 完了这个 这个 圆锥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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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呀 解答题的倒二 解答题的倒二 解答题的倒数第二个 还有什么倒数 解答题的倒一 解答题的倒一 说实话 各位 在整个高三 在整个高中三年 在这高中三年里边 哪两道题最难呢 这一道题和这一道题 最难 全国各个省份 能够做出来的比例 绝对不超过百一 一百个人里边 能把这两道题 做出来算你们能 这就是这两道题 圆锥曲线跟倒数 不足百一 要说你们班里边 假设有一百个学生 连一个可能都没有 能做出来的 这就是这两道题 当然还有哪个比较难的 你就比如说像哪呢 有一些个别地区 你就比如说像哪 像海南 咱们有没有海南的同志们 你就比如海南的同志们 就这道题 海南的在哪个难度呢 在这个 海南的 海南的同学 这个叫概率统计 会把这个概率统计 跟哪个结合起来呢 跟这个数列结合起来 跟这个技术原理排列组合 结合起来 给你出一道解答题 把这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问题 结合在一起 给你出一道解答题 完了这道解答题目呢 正确率更低 比这两道的正确率还要低 这是数学啊 各位 越到咱们的高二 越到高一下学期 越到高二 越到高三 你就会发现那个数学 数学 数学 就会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给各位小小的展示一下 这是一道2020年山东卷 就是新高考一卷嘛 就是新高考一卷 就是倒数第二题 就是那个叫圆锥曲线 来给你们看看 解答 这是一道题 我的妈呀 我要在考场上 我要把这么多东西 都给他写出来 这一道题 这是什么题 这是 这在写什么 密密麻麻 这在写什么 这在写什么 是不是 这就要圆锥曲线 再给你们看看 当年的道一啊 给你们看看 当年的道一 来给各位看 你看 题干很短 是吧 题干很短 得 题干很短 同学们 没毛病 题干很短 但是考起来 让你抄都抄不完 是不是这样 给你15分钟 对不对 让你抄都 有可能都抄不完 这是什么鬼东西 对吧 你就这东西 密密麻麻 所以各位同学们 你山东 不光你是山东啊 以后像哪 像河南 河北 像那个什么湖南 是吧 重庆 什么黑极辽 是吧 还有什么内蒙古 对不对 还有什么四川 重庆啊 是不是 还有什么福建 对不对 广东啊 广西啊 是不是 这些贵州啊 都得考这套卷啊 都是这套卷 什么江苏啊 浙江啊 都是这套卷 都是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 都是这套卷 就这种题 哎 老师跟着佳哥 你能会做吗 各位 毫不夸张 这道题 我最 你问你们辅导老师啊 你问你们辅导老师 我在带这届的时候 这道题 我讲了几种解法 我讲了五种解法 我讲了五种解法 每种解法都比 都比刚才那玩意 写的简单一点 好吧 写的简单一点点 而且这种题 在那年 那个叫什么来着 叫做 我们不是做那个压题吗 是不是 你看 你看我这介绍 你们没看到吗 各位 没看到这儿个介绍吗 是不是 压题 你们看到压题王吗 啊 在那年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压题 尤其是最后那道题 最后倒数第二题 那种解答题 我越 你越难 我压的越准 就这种 好吧 你越难 我压的越准 你越给我搞那种难题 我就给你搞的越来越 越来越 给你搞的一模一样 对不对 那这 当然 当然各位 我说的压题 不是说完全一样 最起码是 那个方法 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吧 我都讲过 所以各位同志们 好好听 什么山东啊 广东啊 湖南啊 湖北啊 河北啊 江苏啊 对不对 各位同志们 我不是吓你们 你老师 你拿出来这个卡卡 给我吓我 有意思吗 各位 那个 不是吓你们 我只能说 题再难 咱们都能学会 那关键问题是 同志们 我问问你 假如说 我们往后越学越那么难 越学越那么难 我们还拿着 我们在高一上学期 拿着你们在寒假的那个劲 拿着你们在寒假那个劲 各位 我就问问 我说 基本上全国都叫什么呀 基本上全国的学生数学成绩都在下滑 有没有毛病 同志们 知道之前我给各位摆这个摆的这个这个含义在哪了吗 因为题目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所以我们的成绩就会越来越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啊 这才是越来越低的原因啊 对不对 那另外各位同志们 那但是啊 考试分可不低啊 我再问一下 有没有河南的老乡 同志们 河南的老乡在不在 给你们看看河南的那个什么录取分数线啊 什么河南录取分数线 你就比如说考了个哪 考了个全河南 考多少分 在河南在今年 在去年不能说今年了 2022年 2022年高考考多少分 考了600分 感觉特别棒 老师我考了600分 好高啊 对不对 满分750 我考了600分好高啊 结果在河南排多少名呢 排15216名 结果你发现 你连那个连在河南 连上个郑州大学都上不了 你发现600分在河南 连个郑州大学都上不了 咱们说那个 网上最近不是兴起了 叫什么山河四省吗 对吧 山河四省 三河四省加起来 凑不出三个985 对吧 河南只有一个211 那个就是郑州大学 你考600分连个郑州大学上面 你再比如说还有哪啊 还有那个安徽 是吧 还有河北 还有山东 都特别猛啊 我同志们你们别害怕 再你们看看2020年 2020年河南这个高考分数线啊 各位你看一下 你这个时候 你想要你再考600分 各位 你再考600分 在哪 在这 考600分 全河南省 全河南省 44,000多人 在刚才 刚才是在去年 考600分 是15,000多名 因为什么 因为去年难 因为去年难 所以分数线就会降低 所以考600分 就是15,000多名 等到了在2020年 考了44,162名 什么意思 你可能连个好一点的一本都上不了 考600分 你要想上个那个 就比如说211啊 985啊 或者说中一本的大学啊 对不对 那你可能得考多少 得考到640 考到640 满分750 你要5颗加起来 你要扣的分 最好不超过100分 所以哥 那我问问你 数学你觉得 你能扣多少分 一般情况下来说 各位 说实话 咱不拿我举例啊 语文扣的分 相比来说 比数学扣的分 要少一点吧 对不对 英语扣的分 是不是相比来说 比数学扣的分要少一点啊 是不是 所以各位 你要考640 如果你数学 你要不考个130分 你觉得640 希望还大得多吗 不大了呀 啊 同志们 如果你数学要是 如果你数学要是不考个130 你到时候希望还大吗 有点难了 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难了呀 所以各位同志们 我现在啊 你说老师 你这上来一套20分钟 咔咔 给我吓的 给我吓懵了 是吧 各位同志们 我只是想说一句话 所以各位同志们 好好加油吧 好吧 为什么我要说好好加油呢 各位同志们 有没有发现 我在写的时候 我们高1下学期 高2上学期 高2下学期 各位 给各位来重新看这 重新看这 这有一个叫什么 这应该叫什么呢 叫做九死一生 好吧 九死一生 这有个声闻 什么声闻呢 你看高1上学期 学的函数啊 对不对 这是代数 结果你发现各位 我们到了高1下学期 重要的是哪两块呢 这一块 这一块 解三角形 立体几何 到了高2上学期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空间向量 直线和圆 圆锥曲线跟数列 这六个板块 这六个板块叫什么呀 叫几何 咱们高1上学期的板块 叫代数 高1下学期的板块 高2上学的板块 叫几何 我只能告诉各位 你们到了高1下学期 到了高2上学期 我们会跟高1上学期 完全不同 从代数变到了几何 牛老师 我初中 我几何学的不好 各位同志们 初中那不叫几何 高中那才叫几何 所以各位同志们 你只要在高1下学期 在高2上学期 能够把几何学好 你就会发现 你到整个高考的时候 或者说 你在整个高中数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自己能够变得好一些 明白了吧 听不懂 老师 我几何比代数要 几何比代数学的要差一点 但是各位 我在年前上课的时候 有位同学 有一些同学 那个把我惹几眼了 我首先来问一下 我看一下今天 有没有人能够 把我提前惹几眼 我首先问一下 有个定义 有个什么定义呢 叫做 对角线 对角线 评分 且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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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四边形 叫什么 是叫 叫什么 选A 叫正方形 选B 叫矩形 选C 叫零形 各位 A正方形 B矩形 C零形 哪个 选哪个 ABC 选哪个 可以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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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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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选A和选C的 今儿晚上吃饭了没有 如果没吃饭的话 那就别吃饭了 好吧 选A和选C的 如果今儿晚上没吃饭的话 就不要吃饭了 如果吃过饭的话 明天早上就不要吃饭了 好吧 明天中午 我建议也别吃饭了 明天中午 也不要吃饭了 初中几何定义 所以各位 你们不用跟我说 你初中几何 怎么怎么样了 是不是 不用跟我说 初中几何 怎么怎么样了 初中几何 这就是初中几何 好吧 你跟我说 你说我把这个 TPRG搁这 一堆人不会 一堆人选错 不光你们选错 我妹妹也选错了 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噼里啪啦 打了他一顿 我让他三天 不是 我让他三顿都没吃 连这个玩意都不会 什么呀 是不是 都什么什么呀 这是 当然各位同志们 所以各位同志们 对不对 高一下学期 所以各位同志们 不用害怕好吧 我不打你们 也打不着你们 我只能说 他跟高一上学期 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各位 完全不同 很有机会 所以各位同志们 你两条腿走路 高一上学期 那个代数 假设你老师 我学的没有特别的 没有关系 先把这条腿走直了 走直了 把几何走直了 你就可以特别厉害 明白了吧 你就可以特别厉害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有什么要求呢 首先各位 咱们寒假是预习 咱们寒假是预习 咱们春天是巩固复习 是不是 要复习巩固 我们每 就是我们到了春天以后 我们开学以后 是不是要开始每个月 进行一次月考 什么期中考试 什么期末考试 各位同志们 你们在高一上学期 因为疫情的原因 什么月考没考 什么周考没考 什么期中没考 什么期末没考 对不对 那各位同志们 我就得告诉你们 那个日子已经过去了 高一下学期 一旦开学 各种各样的考试 就都来了 什么月考 开学考 什么月考 周考 期中考 再月考 再期末考 各位各种各样的考试 就全都来了 是不是 所以各位同志们 我们寒假这个预期 我希望各位同志们 好好去听 为什么好好去听 因为这个时候 我讲的会比较简单 会比较细致 我们叫入门 入了门 你在开学 就会比别人要强一些 那等我们春天 在考 在开学以后呢 我们是要干嘛 我们叫做拔高 我不可能说 你说老师 我寒假学的 老师 我到春天我在学校也学了呀 那别人不就碾上我吗 我们怎么可能让他们碾上 我们的目的是要拔高 拔到多高 你能有多高 咱拔多高 什么叫拔高 就是拽着你脖子往上拔 拽着你脖子往上拔 咱也别说特别多 对不对 我们就一个目标啊 踢分啊 就这一个目标 没别的目标 就一个目标 踢分 所以各位 能踢多少分 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能拔多高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你就比如说老师 我现在我成绩少于60分 你给我定个目标 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 你给我提个30分 你说老师 我选你定的低 那你就定个40分 提个40分 对不对 你说老师 我60分到90分 往上去提个20分 你说老师 我90到120分 我往上提个10分 你说老师 我120分以上 我提个5到10分 你说老师 我选你提的少 好的 那你就加 不够咱就加 好吧 提分还有限制的 是不是各位 所以各位同志们 这个提分是非常重要的 先定个目标 好吧 先定个目标 对于我们来说 我只能跟各位说明白 说明白一件什么事呢 说明白一件这个事 我没有放那页PPT吗 我现在没有放那页PPT 是吧 各位同志们还记不记得 我跟各位说过 我说加哥的班 是所有高一里边 学生提分最多的班 跟你们说过没有 也是提分的学生最多的班 说过吧 特朗说过吧 不管高一啊 不管谁谁谁 不管哪个老师拿过来 不管哪个班拿过来 加哥咱们的班 是提分学生最多的班 那这些人 那这个成绩是谁干出来的 那不都你们干的吗 是不是 所以各位同志们 咱们整个高一下学期 我还需要各位继续干这件事 好吧 继续干这件事 把分搞上来 但是把分搞上来 有一个过程 什么过程 按我说的做 好吧 按我说的做 感觉每个老师都这么说了 还有 感觉每位老师都这么说 还有人像我这么 还有人 还有别的老师像我这样 不要脸 当然没有了 好吧 当然没有了 各位同志们 请记住了 咱们的班 可能他们说的是 其他学科 但是我说的是 我们的班是在高一里边 所有老师 所有班 不论人 明白了吧 不论学科 不论人 你说老师 我们的班是数学里边提分最多的 不论人 不论班 OK吗 所以哥同志 听家哥说的话 好吧 听家哥说的话 说什么话呢 第一个 寒假的直播 能听则听 牛老师 我到了那个 第几天 第几天 我就开学了 开学没关系 对不对 开学没关系 如果开学了 那咱回家 听回放 第三件事 什么事 一定要把课价 好好做一做 你说老师 我做你那个空白课件 有点空白课件 有点多 怎么办呢 对不对 有点做不完 怎么办呢 做不完 来 各位 咱们整个高一下学期 我开始给各位变了 变成什么呢 你说老师 有很多题 我都做不完 做不完 看这儿没有 我以后的课件 都会给各位分页面 什么页面呢 长这个样子的页面 就叫做知识讲解页面 长这个样子的页面 叫什么呀 叫做大招总结页面 你需要 这两个是需要重点回放的 好吧 这是我给你们的空白课件里边 这两块内容需要回放 那么你说老师 我做题做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题 这儿给各位做了一页 叫做必作业 必作业的意思懂了吧 什么叫必作业 这是一定要做题的 老师我打印出来 我黑白 我黑白打印分布清颜色 我右上角给各位标记了 右上角给各位标记了 写上字了 叫做必作题 必作业面 那下面呢 下面要刻件选作业 我也给各位标上 叫选作业面 好吧 选作业面 就这儿 你说老师 我要是不会做 怎么办 我都讲了 你要是不会做 咱就听听回放嘛 是不是 问问辅导老师嘛 是不是 所以各位同志们 每周的课件 我都会给各位什么呢 我都会给各位 发给辅导老师 由辅导老师 发给各位 而且辅导老师 还会给各位 做好打印版课件 打印版就是让你缩小 你问老师 我要是打印出来挺多的 各位 如果一张纸上 给你打印四页呢 对不对 一张纸上 你打印四页呢 四页呢 辅导老师 都会给你们做好的 会有这个叫 打印版课件 好吧 课件 他会给你缩小 但是你都能看到 都能够去做题 好吧 所以各位同志们 只要各位后边 好好听回放 好好做课件 我就问问你们 我卷不卷 别的老师 有给你们这么 分过页面 分过课件 让你们去做题的 各位同志们 卷不卷 我叫你卷不卷 卷就完了 卷就完了 所以各位同志们 下课以后 回去以后 那些课程 都要好好听回放 好好做课件 好吧 进步啊 提分啊 这些玩意儿 很简单 很轻松 因为老师 我开学以后 开学以后 我住校了 各位住校 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哪怕是月价 咱们之前 咱们班 是不是有那个叫什么 还有那个叫什么 探亲价的 对不对 就半年放一次价 说叫探亲价的 是不是 各位 别管什么价 回家就干 把那个课件一做 你就会发现 我之前跟各位说过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你会发现 加哥的课件啊 会发现 加哥的课件 你越做 你越做 你的那些作业呀 你的那些练习题呀 你的那些辅导 辅导资料啊 里边的题 你会发现 做起来越做越顺手 做的会提高你的效率 会提高你的效率 所以各位同学们 这个课件 我一再强调了 一再强调 一再强调 就这么说吧 咱们班里边 还有很多老师 也在加哥的班上 抱着课 完了以后 他们是要干嘛呢 他们要听 加哥讲课的那个节奏 听加哥讲课的顺序 完了以后呢 拿着加哥的课件 去课上也去听 去课 去自己课上讲 但是我得那个 跟各位在听的那个 老师们啊 跟各位说一声啊 这左边 左上角有我的个人slogan 有我的个人slogan 你用的时候 把它给去掉 好吧 这左上角 有我的个人slogan 记得给去掉 好吧 记得去掉 要不然你一发 刚好班里边同学 还在加哥班上 老师 这不是加哥的课件吗 已经有 已经有好 已经有好 多这种情况出现了 各位那个 记得去掉 记得去掉啊 不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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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不侵权啊 随便用 随便用 好吧 随便用 随便用 再次强调 看直播课 能看则看 如果放假 那就回家 看回房 对不对 加哥无限次使用权 随便做 完了呢 这个空白课件 一定得去做 最后一件事 找辅导老师 各位 辅导老师 真的啊 你会发现 跟辅导老师聊的 比较积极的 他回头呢 你问他题 他回的你也积极 有发现没有 你跟他聊天 聊的多的 他回头你问个题 他回的你 回的也快 他回的也多 是不是 你要是那个 你要是半年都不找他一趟 一找他 发了一大串题 赶紧给我答一下题 他这一愣 他这是谁呀 我都感觉没有见过他 是不是 你说对不对 他家隔了半年 你没有回过他消息 完了一下 发了一串题过来 他一愣 这是谁呀 各位 有事没事 多找他 多跟他聊一聊 对不对 你就比如说是不是 你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跟别人相处 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 有什么朋友的关系 是不是 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当然这个 局限于 局限于男同学 跟男同学之间关系 你不要找他们 瞎聊别的关系 聊多了 把他那个微信 给他 人家回头公司 把他微信给封了 不要聊那些 不要聊那些 聊不了的东西 就跟我在上课的时候 你不要跟我那说那些 不要不能说的话一样 好吧 各位这个懂 这个懂 另外各位同志们 大家 咱们的疫情已经过去了 疫情已经过去了 我只能说各位同志们 在疫情期间 经历了很多的 什么网课之类的 是不是 还有什么 各种的核酸 各种网课 各种居家 各种隔离 对不对 各种让你在家 各位 马上就要开学了 疫情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 我们就只有一个目标了 那就只有两年半的时间 把我们的提分 把我们分提上来 冲击个名校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目标 好吧 各位同志们 像那些之前 像那些之前什么 他们能考上北大 他们能被清华北大提前录取 他们能被什么时候大学提前录取 他们能上什么南京大学 上海交大 各种各样 各位 这些都是小事 你们也可以 咱们班有多少人了 有多少人从什么 七八十分到一百多分 有从多少人考到那个 从几十分考到一百多分 对不对 几十分考到一百多分 几十分考到一百多分 对不对 有多少人了 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这不及格到多少分 对不对 这些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我就只希望各位同志们 你们也是OK的 各位 欢迎加入光荣的计划 明天正式开始 好吧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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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咱们要开始把那个什么呀 把课件好好给做一做 不要耽误 不要留下任何时间 好吧 各位 欢迎各位 加入咱们提分学生最多的班 也就是 加哥的班 各位 高一的各种考试啊 这种东西 加哥讲的都会是你考的 高考考试那些东西 你们就更不用慌 到时候 到时候加哥还会跟你讲 都会是你要考的 就这么简单 最后最后最后 2023年 立个flag 你们要立哪个flag 啊 下边这些flag 你们要立哪个flag 上边这些flag 是我的啊 这俩flag 是我的啊 不再熬夜 越见实际 这是我的啊 这是我的 这是你们的flag 各位 这是你们的flag 这是你们flag 不再打游戏 热爱学习 每天坚持做客 我就问问各位 尤其最后这一件事 每天坚持做客价 开学以后 我们每周坚持做客价 这件事能不能做到 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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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做到 我就问能还是不能 寒假每天坚持做客价 到了开学以后 每周坚持做客价 好吧 不太难对不对 不太难 咱们就把他给干了 OK吧 那我就不多说了 各位 欢迎各位 踢分 欢迎各位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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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学分 把家哥的肖像挂我床头 别打黑白的 这个别省钱 好吧 你要是 你要是把我的 你要把我的照片 挂到你床头 这东西就别省钱了 你比如说 老师我打印客价的时候 都用黑白的 我打家哥的那个照片 也用黑白的 这个玩意儿不用省钱 好吧 还是红帮 红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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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的废油墨 你出来 我不嫌废拳头 你过来 晚上下次 各位 发的学分 咱们就撤 我现在多少斤 我现在170斤 我不是刚才说了吗 170斤 169斤返骨 我刚才说了呀 同志们老规矩 选A 老规矩选A 新版发红包 那个不太好打包 不太好点是吧 那点这个 放点鲜花 好好供点 鲜花还行啊 你别 你别买那种叫什么 买那种白的花 是不是 你别买那种 尤其别买那种纸的 打过年的 是不是 3 3 2 1 收 举会儿 不能聊 不能聊啊 再聊那个就聊进去了啊 再再聊 再聊就聊的不能不能聊的话题了啊 另外一个团队们 现在才高一 对不对 到了学校啊 那个该该该该那个有交朋友的 有交朋友的 该社交的就社交 是不是啊 但是那个别社交太太广泛啊 啊 你别跟这个班的也也熟 跟那个班的也熟 你干啥呢 让你去上学的 是不是 那不是让你去学校里去 不是让你去学校里去送快递的啊 你又不送快递 你一天就跟这个熟 跟那个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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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又不是让你送快递 有老师我送个快递 是不是 我跟这个熟 我拿快递给人家 我跟那个也熟 我把那个快递给人家 你知道你熟的熟什么熟 是不是 继续选A 继续选A 社交广泛 那个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社交广泛啊 但是我不是社交广泛啊 我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年轻的时候嘛 上高中的时候 人家都说我长得像胡歌 现在人家说我长得像那个谁 说我长得像那个潘老潘主人 上高中的时候瘦 上高中的时候只有120斤 人家说我长得像胡歌 后来发现那个 每到一次啊 每到一次像那个 上什么 那个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 潘长 不是那个潘主任 我说的是那个什么 郑华中学的那个潘主任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演那个电视剧 就那个郑华中学 郑华中学那个潘主任 教导主任 潘老师 是不是 学分发很辣 有点 这么说 有点 有什么 有点 我还不如不说 我说这玩意儿干啥 结果又说出来一个 又说出来一个 你们不知道的 是吧 各位同志们 就这样 就这样 各位 咱们明天开始 咱们的 明天开始 咱们的进化之旅 各位同志们 咱们明日见 好吧 咱们明天见 再次祝贺 再次祝愿各位 那个新年快乐 好吧 那个 该好好学习的 好好学习 那个有家长在的 该好好赚钱 好好赚钱 是不是 毕竟那个上高二的时候 咱们回头还得交学费呢 祝愿各位家长们 财源广进 财源广进 那个叫什么来着 突然报复啊 要不然咱们明年还得再交学费呢 是不是 还得报 交学费呢 各位 各位 咱们 我这个 我这个祝愿好吧 我这个祝愿应该好的 各位 咱们 咱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 好吧 明天见 带到高三吧 对带到你们高考结束 我会一直带到你们高考结束的 各位 拜拜 拜拜 给我回家带孩子去了 我家孩子比较 比较 我家孩子比较 比较淘气 回家带孩子去 昨天晚上 一晚上我都没咋睡 他两个小时一醒 醒了就哭 哭的 哭的 我哭的撕心裂肺的 哭的我那个 哭的我脑瓜子 嗡嗡的 哎呀 脑瓜子 疯疯的 各位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给你们上个课 给你们上个课 我过来就特别的那个 特别的什么 远离了那个哭的声音 名字叫什么 明明就 名字叫什么 名字叫 不告诉你们 还没上户 还没起好名字 各位拜拜吧 拜拜吧 拜拜吧 拜拜 函数 别函数了 还跟那函数呢 啊 还跟那别函数了啊 不叫函数 不敢叫函数 哈加 要叫函数的话 上 那个上高中以后 那不得被人笑死啊 啊 是不是 啊 什么 一一次函数啊 二次函数啊 指数函数 对数函数 那不被笑死了 各位走了走了走了 拜拜 拜拜 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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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走 该扣钱了 哎 咯 呢 怎么 里面 上 遍 态